姜濤的中国新闻报导 今次继续要讲一些访问的情况 为什么无端说访问情况呢 因为近期有一篇网络的讨论 好像出了一篇文 就讲Anson Lo和姜濤在访问之中的表现 大家不要误背 这个访问表现不是他们对答的情况 是讲排位 原来那个排位姜濤一直在被人吃价位 被人家很天真地 人家有个阴谋在压着你都不知道 究竟我那个是谁 就是Anson Lo 一会跟大家讲一讲发生什么事 开始这段影片之前 让大家赞好这段影片 和留个人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可以 和課金支持 这个讨论我觉得是相当有趣 和可以给大家一个计划 给大家一个姜濤的计划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如果姜濤听到的话 在不妨将这些东西 告诉姜濤听 让她在议后访问上做一点点工作 有一位 我不知道她是姜濤还是神濤 她对于这个访问排位 有些结论出来 原来她发现很多次 发现很多次 特别在MIRROR的访问之中 Anson Lo 也是一个习惯 而这个习惯 构成了她 好像常常霸到有利位置 让访问的人 令到集中注意力在她身上 当然你说声味、影响力 那一定是姜濤 但是原来Anson Lo 也常常用这些手法 原来是怎样呢 原来根据她的网友 我不知道是姜濤还是神濤 还是姜濤 那她就说 安son Lo 整个访问都是咬出来 特意唱完 我一看这个讨论 我都觉得奇怪 那么有趣 我细心点看 原来说的 Anson Lo 在每一次MIRROR 或者说 有几个人 或者一大班人 出来做访问 无论是台前幕后 自己家的访问 或者对外的访问 多好 他都常常是最后一个出来 最后一个出来 有什么意味 或者有什么心理状态 或者有什么技巧 原来根据这个网友的分析 他说 你最后一个出来 其实往往就带给别人一种 押热的感觉 而这种押热的感觉 我就告诉别人 无形中我是最重要的 无形中我是 我是这班群体 或者这次访问之中 最能够表达全部人的意思 所以我就走到最后 然后我们经常看到姜濤 在访问 就算MIRROR12之中 他走的位置是有点蝕的 他经常走中间偏后 但最惨的这些位置 中间偏前 或者中间偏后 甚至是中间 其实对于一个明星 或者一班团体明星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都不是一件好事 他就说 这个Anson Lo懂得走位 这样 整天就找一些位置 去突出自己 突出自己表现 老实说 我刚才这么说 Anson Lo懂得走位 不是第一天 他懂得走位的程度 堪称这个 走位摄位王 整天找一些位置来摄 整天去抢风 整天去搞到自己 好像大明星 那样 令到一大班姜濤 都觉得 这个人真是很有基心 那我常常跟大家说 Anson Lo有基心 就肯定的了 你千万不要想到他 只有神徒常常说 教主好天真 常常被人欺負 应该要得到的好成绩 不能得到认同 他们常常是这样的 但是你想想 姜濤 他虽然没有这种基心 他虽然 比如有时候 他团体访问的时候 酒位不是太美 可能是中段 中间 可是他人气一定要 pat 但是他的作品够了 他的点击高 支持到那大的 剩下的東西 記者都集中 就算Anson Lo搶到頭位才算 搶到flow也好 但最終有沒有人看那部電影 有沒有人看那部電影 最終flow 又集中到姜濤 所以這東西是異常的有趣 我覺得這個倒讀 不過我們都有幾個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例如最近表演KKBOSS之後 一些自家訪問 你看看長一點的影片 在MIRROR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是說 原來Anson Lo又是最後一個出來的 又是最後一個出來 去捉貨 但這件事又 因為我在說昨天那個 這個晚吹音樂系 但其實自己吹水 自己去訪問 一定是打算砰Anson Lo的 老實說一句 但問題上就是 算了 但這就是自家的例子 有些例子就是 例如說 有些表演 我昨天晚上 都這樣說 我都去看 每個人的訪問 我自己 每個人的訪問 原來是 原來Anson Lo真的是 整天都是 選到最後才出場 對不對 不知道是否他經常說 台南花 還是什麼 然後 我知道 根據我的群組 經常說 Anson Lo 當然是每次表演的時候 跟兄弟說 你們先走 你們先走 我可以 我最後可以 我不想拍攝 但我不知道 那些鏡底 其實有沒有 這樣的訊息 分分鐘 其實是特意拿 最好的位置 你都不知道 有時我們上班 有時有些同事 是這樣的 有些同事 說 不急 你們先去 估計 老闆 你們先走 你們先說 其實說先走先 那些最危險 老實說 所以 這些真的是 辦公室 辦公室的陰謀 喂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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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 就好像 好好兄弟 就說 有工你就領 有工你就去做 但實際上 是他才 他才去領工 他才去做 一個勢 所以這個 我自己都 我自己在研究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排位 還有那個 那個 安排 我自己都覺得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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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認識這個 理論 認識這個 理論 都 厲害 厲害 我自己覺得 厲害 那麼 都 看到 我自己 經常覺得 這些真的有 幕後的 PR 去教 有 但我另一方面 又在想 為何 可以提到 鏡子 又說出聲 我不相信 押後出來的 理論 其他 鏡子 不知道 有些都很 經驗豐富 有些都很 經驗豐富 就是 有一些 有些 PR 怎樣 在如來生存 一定有些 鏡子 但是 好像很無奈 在這些層面 似乎 都是 做不到這件事 那麼 沒有立法 結果 就是這樣 不過 我自己覺得 我看回 看前看後 近來 看回一些 姜濤出席的情況 無論訪問也好 表演也好 我經常覺得 被人安排在一些 不重要的位置 你有沒有發覺 一件事 就是 近來 12 字 做訪問的時候 姜濤都是在一些 後排 他通常是這樣的 前面六個 在前面坐的 後面六個在後面站的 相比 左邊兩三甲位置 其實我的位置 我告訴你 是最差的 對嗎 你看下去 因為觀眾或電視機的結構是說中間位 中間位,就算站在這裏或坐在這裏都會留意的 都會留意得到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 Anton Lowe 擺盤的位置 當然隊長褲隊長,經常站在中間,他們會背 不過我發覺訪問、討論 我發覺他們似乎不是真的站在這裏 所以我都覺得特別 當然這些攝錫王,用這些骯髒手段 我們這幾年都見不少了 這幾年,經常在那裏博宣傳 人病你又病,人傷你又傷 人做甚麼你做甚麼 整個copy cat 有時我們都見怪不怪 但問題上就是,我經常說,一個人要成功 你真的要像姜濤那樣 勇於嘗試呀 人家姜濤先試了多少事 很多事都是他悉心安排 去做一個榜樣給大家聽 無論作品也好,跳舞也好 或者作品背後的理念呀 譬如作的說話已經是最好的例子 我也說了,除了上當年 Beyond 的光輝射月之愛 有誰是那種戰爭的殘酷呢? 我真的數來數去 可能中間有一些歌手 但我已經忘記了 但你說一個出名的Beyond 之後 就是姜濤嘛 所以這件事就是姜濤的一個特色 他這樣創新創意 你看這群Anson Lopes 出的歌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對甚麼 其實不知道他想怎樣 唯一一首,只懂得說money、錢、 只懂得提錢、怎樣賺錢、重要性 就是說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就算他推新的歌,說甚麼心歸 你都不知道說不定 所以有時候是沒得說的 實力這些東西,甚麼是實力 就是你實際上可以表現出來的力量 SNO 實際上表現出來的力量都不行 都能夠表現得到 對不對? 經常說到自己有多紅 多少人支持 但其實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經常覺得實力太元素 所以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看回歷史上 沒有實力的人就要用多些陰謀 沒有實力的人就要多些鬼祟 不敢正面交鋒 用手段 還手 明明沒有這麼多人支持 都能提供到你有十萬人支持 明明你在香港的粉絲群才最多 誰知越來越來越發現 原來在馬拉的粉絲群才最多 這些東西就越臭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是騙到自己 騙不到人的 大家有眼睛看的 現在好了 你那個三連霸 你那個三連霸 被人笑到臉黃了 KKBOX 跟著出來唱歌 又被人說牽世了 又說被人 拖累Edan和Jer 別人的粉絲都罵爆你了 那 為何不可以做好自己的事呢 有很多東西 你明知作為一個歌手 蹤影視藝 我都不是要求你做到一百分 基本合格的東西 你打工都要做了 你不是的 一出來就說整天不舒服 你又不請關電腦 你又自己要出來去搞 跟著就說 哎呀不舒服 所以表演失腫咯 那這些東西誰人接受 誰老闆接受 我想可能除了李老闆之外 我覺得在出來社會 早被人拖走了 那所以 我想這些東西 大家有沒有碰到 哪個最紅 哪個在一個演藝事業 真的有努力去做事的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都明知自己沒有理由 現在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實力去跟別人爭 那就多些這些詭計 多些這些噱頭的事 訪問就特地走到最後 訪問就特地走到最後 等別人把焦點落在自己身上 自家的訪問就拍攝了 那些什麼谷大度啊 那些主持 全部view的人 都給你位上了 但是這樣又如何呢 對不對 有沒有人在討論你 現在不是 如果現在討論你 現在不是在討論你 16萬電話卡王 你現在做電話卡 你不如去做一下電話卡的廣告 我覺得是可以的 即是你做一些電話卡的廣告 是吧 甚至呢 去講 我之前都建議過 你又不聽高端仔說 別人是為了你好的嘛 去做善事 真做善事喔 買一大堆電話卡 去去派給 即是那些比較 那些什麼入息 什麼中位數比較 小一點的地方 去一些觀塘啊 深水波那裡 派電話卡嘛 這樣 我都建議你這樣做 那你們都是叫善事啊 做了 對不對 那你們都叫做善事 這樣也好過沒有啊 那喂 我告訴你 你們肯派電話卡嗎 很棒的路啊 會肯定圈到大量的神徒 那些公公婆婆婆會很感謝你 你是不是派電話卡的時候 跟別人說 哎呀 多謝你呀 多謝你 那你要拿一張電話卡呢 就要登記 去這個叱冊我那裡登記 然後到時候 盧盧一票啊 哈哈 喂 我算是這樣的 作為一個姜糖 是嗎 醒完橋給你了 你還要找傳媒喔 還要找傳媒呢 所以你派電話卡這件事呢 大肆幫你報道喔 要不然人家怎麼會知道啊 還要你在鏡頭訪問的時候 對呀 我真的很熱心痛一腳 今天呢 我就買了大量的電話卡 和我那群神徒義工下來派 我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運用這張電話卡 手上這張電話卡 去做事 哈哈 哈哈 彈了一條神竅給你啊 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整天都說你不好 不好 對不對 其實我都對你不知幾好 對不對 一如這樣說 就這樣 所以 我想 還是說一句 沒有實力的人 就多用一些 說事教偷方法 有實力的人 用不理你 即是 我告訴你 排位排哪裏 我告訴你 站位站哪裏 好像姜濤一樣 我排位排哪裏 站位站哪裏 我一樣可以做得到我的工作 一樣是受到大家的注目 那這樣東西就是 有實力和沒有實力之分 對不對 你不要實力 你不要整天走出來襯 對不對 但也不要緊 你不要整天搶風 你不要整天霸霸那些 另外 結果 那些記者 哎呀是看到你 不過最後一個FO 又落在哪裏 又落在哪裏 又落在姜濤身上 所以 有時候這些東西 白做 白試 對吧 那 白搶 那搶你這樣又怎樣 對吧 你現在的三連霸 有沒有人看你 看你台戲 對不對 你拿到三連霸 你是不是 你拿到三連霸 你拿到三連霸之後 你KKBOX 表現都這樣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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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我的粉絲 剷到爆 那你就好自為之 好 今次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下次回來 我們繼續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